嘩,這裡這麼像片場 原來這裡是一間好具香港懷舊氣氛的火鍋店 他們的食物還很棒 我們一起坐下來試試吧 來到阿肥火鍋 就一定要嘗嘗他們的圓中靚湯 現在跟大家推介 圓中燉花膠鮑魚淮山杞子烏雞湯 聽名字也知道它有多小 裡面的材料相當足料 而且全都是罕有的材料 被廚師推為女士之選 大家看看,真的很棒 所有這個湯的精華都在這個湯裡 因為它是用紫砂盅去煮的 好,我們現在馬上嘗嘗 哇,材料很棒 除了剛才所說的材料之外 其實它還有雞腳 還有紅棗、陳皮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養生的食材 真的很足料 你看看多大小包 很多花膠 真是真材實料 膠原蛋白和所有的精華 全部都可以吃下肚子 真棒 馬上嘗嘗 把它尿多炒 不要皺 地瓜 看看多大小包 那就無限 好美一點 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鴨肥火鍋的總廚Friendy 跟我們聊天的廚師 你好 我進來這個鴨肥火鍋 我覺得這裡很有特色 無論是裝修 甚至仔細到餐具 都有一種香港懷舊特色 Friendy 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想將這種懷舊特色 帶給我們的食客呢 對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的火鍋店都很新潮 我們想務求到懷舊一些七八十年代的感覺 七八十年代香港人比較喜歡喝湯水 所以我們的主打也是人湯為主 因為養生寶健 沒錯 我們的食物全部都是香港很地道 而且以前很流行 而且外面一定是吃不到 我們鴨肥火鍋就可以吃到的食物 沒錯 我剛才也喝過你們這個湯 哇 很棒 是啊 我們是圓中燉真材實料 嗯 據我所知這個湯喝完之後 還可以有另一個食物 是啊 我們喝完燉湯之後 我們還可以拿湯底的配料 例如裡面的雞 肉類 那我還可以倒進火鍋裡 一直打火鍋 哇 我真是第一次聽花膠鮑魚湯底的打火鍋 即是吃得健康 吃得很貴 是啊 因為這個湯也是女士湯 我俗稱為因為都是有花膠 鮑魚之音 花膠是養硬的 所以女士喝到的就特別神彩飛揚 哎呀 聽到Friendy這樣說 好想待會試試這個火鍋 那我也知道Friendy她有很多年的廚師經驗 無論是在香港 東南亞 甚至是中國大陸 她都有很多年的經驗 那Friendy你這麼多年的經驗 有沒有什麼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嗯 至於心得 我覺得我做廚師這麼多年 我就覺得廚德是最重要的 廚德就是衛生 食材的選料 務求令客人吃得很開心 我們入行這麼多年 做廚師這麼多年 見到客人吃得開心 其實我們有一個滿足感 很開心 沒錯 我們的食客吃到廚師有心意的 因為這個食材我們都會覺得很開心 多謝Sandy今天接受我們的房間 對 希望生意輕了 我要繼續試你們的美食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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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鬧啦 香噴噴 現在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鴛鴦汽水鍋 鴦鴦汽水鍋 顧名思義 它有兩種湯底 一個是松茸鮮菌湯底 而另外一個就是正宗的盛多麻辣湯底 首先介紹一下這個松茸鮮菌鍋 它的材料又是很昂貴 而且松茸有養生的功效 而這個麻辣湯底 裡面的紅椒 花椒 燈籠椒 都是由成都空韻至香港 所以只坐在這裏 都可以聞到那一種 嗯 好地道 好野味的辣椒味 這麼美的湯底 當然要配上一些很美的火鍋 配料啦 牛肉就是精髓了 我就order了這個 首次本地靚牛肉 分別就有牛頸直的部位 和牛背脊的部位 好了 這個牛背脊的部位 是很罕有的 因為一隻牛 只有百分之一的部位 在這個部位而已 好了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這個牛肉就不用煮得太久 因為要保持它的鮮度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這個麻辣鍋 真的很鮮嫩 而且它的牛肉味也很濃郁 而且這個麻辣鍋 辣椒的野味 是立刻令到我食慾大增 嗯 好正 好 接下來我們就試試 這個牛頸直的部位 你的脂肪分布 和賣相都很吸引的 牛頸直的部位 因為牛經常動動的地方 所以它的口感會比較鮮嫩 好 我們現在馬上試試 很鮮嫩 而且這個牛的味道也很濃郁 而且這個湯底真的很鮮味 和牛肉的鮮味 和牛肉的鮮味融在一起 真是鮮上加鮮 很鮮嫩 好了 試完牛肉之後 就要介紹一下這個白鮮片 它也是精焦細鮮的白鮮 而且由它的刀工 都可以看得出 它是切得很漂亮很薄 好 我們現在試一下 好鮮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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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鮮嫩 而且它是薄薄的 然後魚的鮮味 會在口腔內散出來的 再加上這個湯底的鮮味 好棒 接下來我們就試一下 這個懷舊岑皮魚蛋 這個很有香港懷舊特色 在魚蛋裡面 就加入了這個岑皮 聞起來也有岑皮的香味 口感 魚蛋是很彈牙 而且岑皮的香味加上去 魚蛋的鮮味 是令它更加提升的 而且岑皮的香味慢慢散開來 很棒 好 接下來我們就試一下這個 鴨血 鴨血就配襯這個麻辣 湯底就最棒了 而且我們看一看這個顏色 湯底的 令到你感覺到 它是上等的鴨血 而且鴨血越煮就越好吃 而且它是煮不爛的 好香 好滑 而且它一點都不散 而且麻辣 湯底的這個醬汁 完全是融入了在這個鴨血裡面 一咬出來 麻辣的味道都煎出來 哇 好滑味 接下來我們就試一下這個 鴨血麥汁 鴨血麥汁 真的把這個鴨血麥汁 加在這個腸裡面 肉眼都可以看到一些麥魚粒 在裡面 試一下 好散牙 而且咬到一粒一粒的麥魚粒 在裡面很爽口 然後麥汁很新鮮 而且很甜甜的 很甘甜的 很甘甜的鮮味在裡面 吃完這個麥汁牆之後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四寶卷和滑淚 這兩款都是它們自家製的 這麼新鮮這麼正的材料 配合這麼正的湯底 一定會結合 再介紹這個鐵棍淮山 看上去都知道這個淮山是多麼新鮮 色澤是很漂亮的 而且淮山有滋補的功效 配合這個蟲肉湯底 就是補上加補了 吃完也比較漂亮的 哇 在阿肥寶這裡吃東西 有這麼漂亮的環境 這麼有設計 再加上一枝包的食物 再加上這麼有賣相的食物 真是愉快 雖然我沒經歷過六十年代 都未必感受到六十年代 有香港的懷舊氣氛 但在阿肥火湯這裡 我真的感受到它們很有心思 而且它們的食物真是真材實料 阿肥火湯的地址是 尖沙咀出鹹道南 53-55號 江湖中心地庫 這裏的訂座字畫是 2328-7181 如果你乘搭廣絕的話 可以去到青沙咀站A2出口 如果你是乘搭巴士的話 可以乘坐 2號 26號 13號X 98號E 269D 如果你是乘搭60秒巴士的話 可以乘坐6號 或者62X 2號 2號 4號 2號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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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